吹响骂上第一号 远作是咋完结的呢 好好好 都急着解读最近的节奏问题是吧 那你先别急 先了解下由来 该作其实是由女性轻小说家 武田宁来老师于2013年 在宝导社旗下 出版了这一部轻文学作品 当时只写了一卷 但很快 宝导社和金阿尼合作 在2015年 武田老师继续出 该系列小说的续作的时候 同期上映了 第一部小说改编的 第一季动画作品 由于金阿尼的动画加持 很快这个作品就名声大噪 武田宁来于2015年 迅速写了三本续作 并一直写到了今年 现有14卷的故事 正片方面一共出了9卷 除此之外 以丽华高校的剧情为组的 翻外篇写了两本 同时还有日志形式的 翻外篇一本 以九美子的学姐 四人为视角的翻外篇一部 以及这第三季 同步发售的 以九美子高三毕业旅行 等故事为组的翻外篇一部 动画与原作的对应关系 如视频所示 而原作正片故事的结局 其实与动画第三季的结尾 差不多 最后都是九美子 他们的乐团拿到了金奖 并在几年后 九美子成了的老师 当上了乐团的副顾问 不过动画对原作 进行了不小的改动 导致原作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和动画想表达的 有所不同 所以导致第三季 最后的故事争议不断 这里我展开说一下 动画其实对某些角色的塑造上 有些用力过猛 比如第二集这里 逆耐找到了秀衣 并且很压力 怪的说秀衣不分场合的说话 是给九美子增加了 不长的压力什么的 原作的顺序至少要到第六集之后 才会出现 并且原作里秀衣和逆耐相见 是因为两人正好都是 有自己的补习课 才下课正好遇见 而且逆耐指责秀衣的原因 是因为逆耐觉得秀衣很佛系领导 反而加重了九美子管理乐团的压力 耽误了九美子自身学习和练习的时间 也就是说原作里秀衣逆耐 九美子此时是非常要好的 甚至逆耐也暗示了秀衣和九美子 不一般的关系 并且是有意在撮合着这两个人 但动画里却把逆耐展现的特别低气压 其次是这个魔鬼老师美之慧 其实在第六集的时候 对应原作的这个地方 其实还有一段 美之慧老师叫九美子 尽快去填写大学选戏表的时候 九美子问美之慧老师 为什么美之慧老师会选择当老师 美之慧老师很意味深长的 回答了说 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才这么选呢 对没错 这个美之慧老师是一个外表 看起来凶恶 但内心其实是情感丰富的逗医 可以说是大号版的逆耐 原文里面 其实有很多地方能体现出逆耐 也是这样的人 逆耐是一个极度的怕麻烦的人 所以每次写乐团日志的时候 都是几个字就描述完毕 多个字他都嫌麻烦 别小看这个细节哦 从第八集开始 合宿的时候 选上了真有独奏的这一段 其实就是原作的剧情 但就是因为这个独奏的事情 引发了到底是实力至上 还是老师因为为了赢而乱血人的问题上 造成了乐团内部的人 有些分裂的状态 原作里也爆发了逆耐跟九美子吵架 说九美子不适合当部长的剧情 但原作里 很快逆耐就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了 所以第二天 逆耐当做前一天的吵架没有发生 并且破天荒的在笔记上写了一大堆字 逆耐想用这种方式 激励九美子振作起来 为了乐团胜利 继续努力 后面的日记里面 在秀一记录教头的事件中 九美子吐槽 教头是一个傲娇的时候 其实就是暗示了 九美子也理解了逆耐的想法 并且是借机吐槽 逆耐是一个傲娇 但少了这些描写 逆耐就看起来既不同情达理 还很自私 最后最大的改动 就是这个第十二集 竟然在全国大赛前的选拔里 九美子输了独奏选拔 其实原作里 九美子根本就是有惊无险的 战胜了其他人 被选上了独奏 而且在选拔前 九美子去找了前辈 明日香询问经验的时候 得到了龙选人 就是选错了结论 因为龙为了选曲子 而没注意到乐团现实的问题 并造成了秀依和逆耐大吵一架 是龙对人的观察不够 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并且在原委里 最后九美子是说服了逆耐 让他明白了 龙老师也是人 他不是圣人 是人就会犯错 所以龙不足的地方 就由他们这些领队去补足 也是通过这些小小的挫折 让九美子找到了人生方向 所以他明白了 有很多老师也是有缺点的 当老师就是跟学生共同成长 所以九美子放下了顾虑 并以做更好的老师为目标 所以后来填选了师范的志愿 最后在九美子的团结之下 乐团不再对龙老师那么大的质疑 并且团结一致的拿下了惊强 原作并不像动画里 九美子俗了solo的比赛 竟然还大喊团结 这一段其实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 动画里没演的是 秀依非常的喜欢九美子 在九美子没选上独奏 最失落的时候 秀依跑去找了九美子 并陪在了九美子的身边 并且秀依说一定会支持九美子 到最后 这个时候九美子就对秀依非常的心动了 只是没表现出来 内心是砰砰的直跳 喜欢的心情都快蹦出来了 所以全国大赛结束之后 趁着其他队员回车上的时候 九美子激动的跑去跟秀依告了白 可以说小说的最后 九美子是名利双收 爱情事业两不悟 而金阿尼所作的动画 看起来更像是想展现 意奈铁面无私的那个镜头 以及对伤痛文学 失败了依然能站起来的那个状态 做了更过度的描写 使得动画最后几集有所争议 但是这几集的改动 金阿尼是找过原作者询问的 并且五天老师也是同意改动的 所以这个锅直接甩给金阿尼 是没啥道理的 另外说一下 五天老师内心是很感激金阿尼的 各位要知道 宝岛社是个日本女装杂志的出版社 小说出版和销量方面 根本就不如脚穿集团 要不是金阿尼的制作 上帝英号这个作品 根本就没法出圈 出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甩锅是没啥意义的 我个人分析金阿尼这么大的改动的原因 可能是想更贴合于现实 金阿尼想诉说的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你看不懂 你必须耐心的去感同身受 才能理解这些人 而生活中就是充满了遗憾 但是遗憾了也不能放弃 因为总有目标会得以实现 可能金阿尼的那场大火 对于整个公司而言 还是有很大的心结 有些是看法比较负能量 但最终金阿尼还是希望大家 从失败中勇敢的站起来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出 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催想吧 上帝音号原作大致完结的剧情 不知道各位看完以后 怎么理解这部作品呢 欢迎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你还想看 那不动脉的原作是咋完结的 本期视频点赞过两万 我就三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光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